靈性解脱的修行步驟 来 咱说 靈性解脱的修行步驟 人家有一个靈性解脱的修行步骤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靈性解脱的修行 它有一个步骤没有 那既说 派分的 乡用的 把我扶这几季 我们在节目当中 可以去说这个靈性解脱修行步驟 要怎么安排 才不会乱套 不会乱套 因为我们都乱套了 乱套了就是说 让自己很急 让自己觉得无所事从 那叫做乱套 它说修行有修行的步驟 修行有修行的一定的步骤 不是说没有 马上进去 马上就要怎样 他说这样 修行人 修到要很寂寂 要很寂寂 所以说灵性解脱 很重要的灵性解脱步骤 所以说不管都是开枉也好 我们有法怨也好 有行公得也好 对这个参想 过程当中去开枉也好 还是说开枉 对非以后 我们有发这个怨力 并且以怨力的目标来精进 以怨力的目标来精进 这句话是很重要哦 只要你与你自己的愿力的目标来精进 就是我们来讲的行公利得 不管说一切生命起源 人都是有一部分 当我们人出生到这个人世间 几乎有大半的时间 都会向外追求更多 但是许多原本不属于自己的 人事物 例如 我们有的人 他这就最爱修行的 最爱修行 他本身就是数代开空的 这种命格 这种命格 他就没收益在这个名利 财富地位 顶顶 他就没收益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在不断的寻寻觅觅 生死轮转 现在这种事物 我们听到有了 你是说你的命格里面 你就不是这个命格 纳尼 一切生命的起源 都是 有一个 我们说 什么人 什么人要做什么事 我们一般来说 什么人要做道书 什么人要做什么 什么人要做什么 什么人要做工 什么人要做什么 三百六十五项 三百六十五项 只要你做到 就是你的本名这项 你的本名这项 就是因为你的 你的过去世 英国先天 靠靠的弟弟 你要来做的工作 就是这个工作 这要是必须你这世 人间出事 一定要去接受的博恋 一定要去接受的博恋 一定要去接受的工作 是怎么说 我就是讨法工的 但是我都不去做法工的 我讨这个 我就不去做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去 接受到他自己的本分的指令 他没有办法去接受 他明明讨大学 讨四年 讨这个 结果他出来做白行 有这样的人也有 当然一出生 到人间之后 大部分 大半的时间 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 但是还是一直在向外追求 许多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人事物 他也要参与 他也要参与 例如 我就只吃到三十几个月而已 我就快点 人家在选代表 我也要来选 人家在选择 我也要来选 他就在搞名利 搞地位 他还没有吃三百应材 他也要跟人家投资 投资什么 像现在博弈要投资 国票要投资 买房要投资 大家都没有 我们的年纪 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而且 命不在你 你无在相控你的命 恩也无在你 你无在相控你的恩 这个时候的过程当中 你就在那边 寻寻觅觅觅 生死轮转 人家都做得起 只要我做不起 这个十几就不是你的 现在这几 这几就不是你在念 你现在要做的工作 不是这个 这段是你要做的工作 人家有恩没有有 有四条命 够没有有 那你必须要去 站稳你的脚步 然后方向要对了 这不是说我们想要怎样 所以很多年轻人 在在这里面 太急躁了 太急躁 太急功好义 太急着要表现自己 你如果一直在急着要表现自己 那就完蛋就是你 好 所以有一些人 就是说 轮回 这是一世人就结束了 哪有可能 这一回又会轮回 我当世人的轮回不是结束了吗 哪有这世人 又还有这要来 要来收费 那人如果没有缘细的 三辈子的错 你今生怎么会 要来到这个人世间来 来回过 就不用了啊 你如果说 我以前四季 那些以前 那些以前 那些我都没关系了嘛 我现在来世间出事了 没办法就很洗人家了 如果这样你来 我来说 你就到底甘金、桶石 就像吃好玩肉 准备开心 这样香修就好了 人来到世间365行 政府、政府机关 也就要有人去 有人去吃饭肉 工厅也要有工厅 我老板也就是要有完工 做产有做产的人 有产地你就要有人做了 有人肉体下部 就要有肚子了 也就要有人去跟你乞乞乞乞 那就是365行 都总有人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的年轻的孩子都有人 但是这些人的工作 什么要做 就是你的天命 就是你过去世 就有做过 这世人你做得不好 同跳京、报京 同做得不好 还定来报 所以你还是同样 再来做老头导书 同样你还要来做这些工作 这就叫做命 那为什么季空佛佛会 我在那边静坐的时候 就跟我开玩笑 今天主持 这篇你还要去说 要说就好 这些没受惊的人 只能随着焦燥的环境 心理的状态 以及累世月律的干扰 不断的在五官欲试 跟七情六意里面 在重货、雄宴 同样的剧情 茫茫碌碌 迷惑人生 痛苦不堪 这样灵性不断沉沦 不就是现在吗 这位季季是很短的说的 那不是我们现在走的路 那不是现在这样吗 那不是吗 我们的环境和心理的状态 以及累世业力的干扰 不断在五官欲试里面 出情六欲里面 不然怎么有这么多人的理论 怎么有这么多人要去跳楼 怎么有这么多人要去聊天 就是因为我们迷惑人生 痛苦不堪 让灵性不断沉沦 这样你想 你的心里面是公明的 还是说 你所发的缘是主宰的 你能够这么缘去做的吗 就这个很少 现在的人很少 发正知正愿 发正知正见的愿 都是像病人的算的一样 所以我们 我们觉得误觉 我们人人类来到这个世间 这不是为了要升官发财 可是家庭儿女 家庭儿女只是责任 人的色心要是有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变化 人没变化气质 你对不起就在费 你找到真正的家庭 人生 这去教法 还有更多人 这就是大家所说 你就是有带书名 人类一当回到天国佛国 来到无人的遥迪圣经 东方流离世界 那不是这样 这叫做有意义的人生 这说我和你说的 我有说的 你还要加价值 让这些大家都听得有 他说我真正好 参与开门也好 因此人生真正的目的 是因为人生解脱的 大书一大事 但是都还没有人真正灵性解脱 修行步骤 还是没有人 真正的从这一个 从这一个神佛开示的步骤 就好好去法院去那里走 法院去行公殿 对参与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会开门 开门 地区医疗 你不知道会发门 你那时候有参与 你不知道有开门 有开门 你不知道会发门 法院你不知道会说 原力要怎么做 来立这个目标 立这个行公利得的目标 修行是每一个人都有保证 都应从自己觉醒开始 现在我们灵要开 就是灵觉醒了 他的灵就开了 我们灵如果没觉醒 就像小孩一样 像小孩一样 有汤好吃就欢喜 没有汤好吃就烤 但是我们修行的 每个步骤都是 从先天自觉 然后觉醒 由开门这条 精灵 诈灵性 在主导预废 又导人 如果说你先制度而复度人 若无制度 便无法经由自己的经验 而产生信心 你自己都没信心了 你要去导什么 你如果说到修行 你自己都没信心了 你要去导什么 你如果修到你有信心 然后自己证明说 我现在最近 开始在担心灵性 我灵性得很好 我的家庭 保护好 再来什么事情都好 身体也够好 我们的灵性 如果好 我们就提醒 我们的阳神 阳神 阳神如果好 我们自然 母亲就救了 对吧 我们透过 参、母 灵性跟 外在 人生的差别 灵性 灵性跟 意识 梦想的差别 这都要分辅了 你现在一个 灵性的 灵性 还是一个 灵性的梦想 现在很多 灵性的梦想 也有很多 灵性的忧郁症 我修了好几年 还不知道要怎样 这就叫 灵性的忧郁症 还有呢 灵性智慧跟意识 妄想的差别 你又分不清楚 最后 告诉你 到底到底 我们跟这些神 有什么关联性 哪像都没有 哪像我们的神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联性 神是神 我们是我们 因为你就没法做 多痛 不用说 神是神 我们是我们 这就没有关联性 其实 以心的角度 观察一切的互动 跟无形之中的 稳转 什么叫做 稳转 你如果观察 后来你就会互动 无形之中的温转 慢慢 它才会淡化掉 对人世间的一切幻想 我们都在人世间的一切幻想 想到这个 为什么说幻想 我如果快就无妙 无妙就要叫我要做什么 所以说 短暂欲望的执着 回到真正单纯和平缓的生活 你就会体会到 母娘为什么要叫你修 修好你的本 修好你的命 修好你的家 修好你的 所有一切 有关于你必须要做的事 这就去做什么 我们先来 他会告诉我们 三重四德 男朋友一定要有三更五项 这都在收 这都在收 所以说处处 处处有现金 一个人用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他就有名别 天地万物之间 生生不实 生生不实这个力量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我们人 你懂得去追求 探索生命的来处 以及未来的去处 就不会害怕 我们说 开悟人生 我们要举举获达 不需要 你面对人生世间 有很多困难跟挑战 你怎么可以软烫梯 或者软烫在北部 不需要找一个四条 比较好 让我来就英华富贵 你出门就有免购 可以软烫 你就没有那个名字 我们的过去世 就没有做那么多好的书 这世人要让我到乡乡 你如果知道 知道我们不要去万歎过去 也不要去万歎未来 你就懂得 在这个环境生内 找到让自己能心安的方法 就是现在 现在你要真正买 买什么 我这个世界动荡不安 那又有这些 运力 那又还没平 还没平定 我们后面的路 还是很艰辛 为什么说20年前 就在说了世界末日 20年前就在讲世界末日 又不是现在在讲世界末日 20年前就在说世界末日 就是已经在跟他们说了 我们人要再这样 要再叫我这样 参参 不要照天理走 那世界末日很快就到 不然就20年前 常常看到 我们说亚索基督 在说世界末日 当然欧十年后已经到 我们也体会到了嘛 为什么死伤那么多人 为什么还要战争 为什么还要恐吓彼此的国家 你越恐吓彼此的国家不安宁 尽管连冰袍 还比较大间也帮你送下来 还比较大的防胎水箱也帮你做下来 为什么你不用烧针 我就用天给你吹就好了 用天气给你吹就好 不然你落风就不然你落风 让你没水汤去蒸造 都没汤吃 你自己就洗整片了 不用战争 那我们人类都在跟天斗 我们的人都在踢倒 踢的感觉说 好啊 你们如果真的要这么嚣诱 真的要再这样 这样你们就没汤笔了 那我又就汤笔 冰袍会跟你讲 冰袍会跟你用 海岸线在你身高 跟我说你这些人要走在队 这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的错 我们为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没办法客观的 去看待所有的变化吗 不随境流转吗 反而我找出当中的 什么什么理 应用来在心 心灵的地匪 要扭转健康 要扭转健康 也就要世界的人都要配合你了 所以说发愿力 就是自我学习 砥砺 激励自己的方式 一个人在修行上有了目标 定出了计划 才不会因为漫长的修行 而产生疲倦感跟怠惰感 到后来你会觉得 哎呀收 收到七天八十几都没收 所以我们要告诉你 收音是不断 朝就静的目标 静静 朝就静 对这个求情的目标去走 而不是走走停停 而不是不断 在那边 绕着绕着战 要去老 说真的这么简单 再来 盡量轉 轉好的開始 一個真正精進修行的人 會把自己的悲怨 逼彎 從個人的解脫 廣展到所有的地球 這就是說我們的靈性 我們沒辦法發展這麼大的眼 最無人要得比較善良 這是成就佛菩薩的關鍵 以及目標 要離成就之路就不會很遠了 所以我們常說要透過 精修實驗 在生活中運用 這些地球來驗證 對本人來說 對我們自己的本身 工作家庭 社會 國家 有相無相的生命體 到這個無中的 時間的奧妙 運行 這都連結在 密不可分的連結 就是說我們現在 現在的國運 跟世界宇宙的命運 跟法則要怎麼樣去 把它連結就是說 人要歡悔自逼 像以前的人的報信 以前的人的報信 工作家庭是為了 冷靈性的解脱 生肖 生肖 生肖要有充滿資料 要有充滿資料 我們這裡有辦法 得到一個萬得重量 這裡可以生肖 需要套過四種公德力 我們就說圓滿資料 也就是修行的功德 行布施的功德 禪定的功德 以及 依修相肖的功德 這都是啦 所以說修行功德 修行功德 重在哪裡 重在我們要離開的 這個人世間的沙坡世界 不要用摩擦 齁 我在在生 我做很多好事 齁 我館很多錢 在你媽媽要下部 之前這些都要放掉 這些修行官都要放掉 因為這是我 歡喜心做的功德 我無願無悔的付出 我只是要回歸到一個 道法自然的圓真本位就好 其他的功德 我也沒想要說 要留在後世人來享受 多沒有 全部把它放下 因為 你修行功德的重在 是用在魅度我質與法質 世尊正道時說過了一句話 說眾生皆既佛生 不凌生佛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執著太深 因為我齁在生做很多好事 我發現很多好玩 所以說你執著神佛來參加 你如果做過就等掉 做過就等掉 做過就把他放了不記得 做過就把他放了不記得 你以前創過什麼 你都把他放了不記得 你才我就證明到 你本來的證明目 你如果很執著 你以前沒法過完 你很執著你過去 以前做過什麼好事 你的法質太重 以致無法見證到本來的真面目 這樣合併的 這樣就不用做了 所以滅度眾生 他的習性跟知不知 變通到無名障礙 是修行很重要的自我超越 世尊跟我們說的就是 理想要就是突破意識贊助的觀念 理想就是突破意識層次的觀念 並經由力度萬行 行報思奉獻 拜託主書主理的五集 這個心態五集 這個心態就不能有 學習捨棄個人利益 去幫助眾生 大使大輩的精神是佛菩薩必備的條件 一個人的心 一個人的心能夠無私無我的 看待所有的人事物 自然能解脫自己執著的痛苦 跟環繞 你也很快速放下了 那你什麼都從頭開始 都會是好的開始 因為真心想成為好的事情 那你必須做過的事 全部把它忘掉 會讓人家 自己暗大股膀 我們也不用做下去 暗大股膀 最主要是 心永住清靜 讓你的心永住清靜 也就是讓心住位在你的心電性害裡面 我們有無人的祖鼻 我們有佛菩薩的祖鼻 我們是在學習 透過的這些 我們超越了生理心理潛在意識的障礙 我已經敲完了生理心理 潛在意識的障礙 直接進入了實際的光明世界 你才知道是有過 不知道叫做生意成功 這樣不是我們流流的 跌得長跌倒 只要一項的事情 比較跌跌 那個踏到而已就 不斷了 沒有了 我這個也沒有了 那個也沒有了 我跟你講 會秀公典人很快的 有時候 我們都有這種主觀意識 好像說我這樣做 人家沒有贊同還是怎樣 我們都沒想到說 沒有贊同是因為 哪一項沒有贊同 這個事情要拿出來了解一下 原來我們缺少了缺少了圓融 也缺少了怎麼樣包容 也缺少了一切我們進入了道場的資質 要進入這個道場要有一個資質 也要有讓人感覺 它的優勞和保養 這個是入道場必要必備的 這個什麼 最沒有了 這是一個行為規範 那是一個行為規範 所以說我們既然要住在這個道場 這個行為規範很重要 透過禪定才要離開 所以我們常說 不管我們的靈性在什麼樣的次元空間 明白不同的次元空間 就是能夠明白所謂的月曆干擾 你如果沒辦法進入一個很清靜的時光狀態 你的月曆還有在干擾 就是客觀來說 看待我們世間的人的運感 有時候運度好 什麼都好 運度不好就知道了 很多 之後都知道 出事情都出事情 我們都是不明白次元空間 裡面能夠明白所謂的月曆干擾 也能夠客觀的看待人間的一切變化 而不止止人世間的一切 因為已經知道內在靈性 裡面那個境界不一樣了 你境界不一樣 我們現在剛才有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要接受我愛 當心當心最重要的就是說 人心來到這個世間 沒有的事情都好 沒有那個說你都一百分的 你的人生抓到的牌子 抓到的牌子都是一百分的 不可能 人家可以倒胎 到這個人世間 沒有人敢說 如同烏龜在大海中一樣 找到一個伏墓上的洞 並精準的讓頭 能夠套當的這個洞 但是也不容易啊 他已經過了幾十年幾百年了 還沒有這樣的一個 這就是在說 冷靈性 如果要不出現 受興生酒的生意 還不出現了 你還在六番之間的輪迴 都還沒有 像說烏龜了 烏龜幾十年了 還找不到 找不到這麼好看的事情 所以我們只說 幸運是威勇人 既足一切受興的條件 什麼才叫做幸運 人間如同一個轉輪代 人間就像一個轉輪代 當世面中後 便會決定靈魂 所以我們要定秀 我們擁有的時候 用心受興 為永生不滅的靈性解脫而努力 這是我們今天 持人必勝功的 記公佛佛叫我說的 所以說佛法難聞 當世尊魅度好 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希望當下現在 由世間怎麼傳承 人要怎麼解脫 生屬輪迴 成就什麼犯的法 武道都要重演 當聞政法時 我們要硬感 誇竟正 發聲真心 也希望我們大家共修 不要去分散那種告白告別 只要你的性 可以回歸到聖令的本源 不再受輪迴之苦 這就最好的 你若有哪一隊的教理 把你點到 你有辦法不受輪迴之苦 這就是冥俗了 冥俗受興有條件嗎 有啊 最重要的是要關鍵 喪失的修行經濟 相對影響了所有 女賽帶領的爹主 因為你大年爹的爹主 將來的靈性 準備回歸的本位 還是你這條靈書要帶 你這條靈書要帶 帶到他整個本位 因為三生成就的就是上司 所以我們在說 教導方式 必然要與人不同 所以說教導 也必然是最固定的 所以我們就說 修行貴在 貴在什麼 貴在你有信念你的老師 你有信念你的老師 相信你的老師 修行貴的法 你這樣協助的就是 你會輸贏輸贅 跟你強修的這些伴 所以他會跟你們說 為右依主心 以上司運心 這是能夠突破一切 萬然的力量 真正的修行 在於無相的修行 靈性的修行 以上司 以心運心 其中的內政 才是無上的智慧 所以他也是這樣說 修行不是只有文貴的標準而已 修行不是每天都在看文日的表象 而是在真真確確的融入內在的本體智慧 所展現出來的宏觀 以氣運 一旦能夠真心 以烈雄書相應 以神佛相應 以母娘相應 以真心 以路 以書同心 便能在修行的道路上 直接開啟天大的福報 得到靈性解脫的力量 我們感恩今天的志功佛佛 每個人都可以去了解 修行 真正是你要錄身 你要慷悟正確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在母子 久以來 我們可以印證到母娘 他跟我們講的 要來一個理想的東方流入世界 還是要回家母娘的搖地聖經 他都非常喜歡 希望我們每一位師兄師姐 真的有這個姻緣 我們就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跟母娘來結洽 求你 也很尷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